大家好 好 歡迎再次收看股市銀鈔機 那今天這行情呢 這個美國大選在持續開票當中 但是這個台北股市裡面的個股 接下來到底該怎麼反應 很多人可能看不太懂 就是說很多人認為說 這個川普現在贏面比較大對不對 那理論上來講台積電 可能會有一些這個保護費的一些干擾 但是我講的就是說 我們其實並不怕美國總統大選 到底誰當選 我們怕的是什麼 怕的是沒有一個結果 怕的是膠著 你可以發現到其實今天的盤中就很明顯 當美國在開票的時候 川普跟賀錦麗在這個階段 票數的差距是拉很大的 對不對 所以在拉那麼大的情況之下 那我想市場的想法很簡單 那就代表說 不會太膠著 他很快會有一個結果 但是後面隨著 賀錦麗一些新的票商開出來的情況之下 你就發現到指數到後面又開始呈現怎麼樣 比較膠著 最多漲了300多點 那最後目前看起來呢 現在大概漲了100多點左右 為什麼 為什麼又下來了 就是票數又拉近的時候 市場就會比較擔心 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總統大選 不怕結果 只怕膠著 所以 這個來講的話呢 是目前很多市場大戶的一個心聲 好 那 如果膠著的話 會怎麼樣 其實你從上一次 拜登跟川普的競選來看的話 那時候票數也是很膠著 有沒有注意到 他也不是馬上有個結果 到後面拖了一段時間之後 確定這個拜登上 拜登當選 對不對 但是那個階段的這個美國股市 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其實也沒怎麼樣 也沒有一個 太大幅度的一個拉回 對不對 他也沒有一個太大幅度的拉回 大概是在這個階段過程裡面 所以 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這一次 如果真的後面又膠著了 那 美股就只是 狹幅度的震盪 他並不會出現大幅度的拉回 那對台股來講的話 他可能也會比較震 所以這又為什麼 當票數拉很開的時候 這個台股大漲 票數又拉近的時候 台股又開始震盪 原因在這個地方 那不過我個人認為 不管是賀錦麗當選 或者是川普當選 對於台灣整個AI的供應鏈來講的話 我個人認為影響不會太大 因為 現階段你要發展AI 你就是要靠台灣 對不對 川普當選 我已經跟各位分析過了 我說短線呢 他會對台積電造成影響 這是必然的 因為他的嘴巴講的話 他會讓台積電股價受壓 但是台積電現階段也真的跌下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當台積電再一次回撤到季線附近的時候 對吧 他的影響就不見了 所以我說這個只是短期間之內的影響 我想前面我都講過了 有沒有 那為什麼 這個只是屬於短期間的影響 長線影響並不大 各位你看這張圖就知道了 整個AI晶片的上中下游供應模式 上游來講的話 就是輝達AMD 這些廠商去做設計 然後交給台積電做代工 然後做出來的晶片 做成AI伺服器 由鴻海跟廣達去做組裝 然後呢 再賣給誰 再賣給下游中東需求的 亞馬遜 谷歌 微軟 Meta這些公司 好 所以現階段很簡單 如果 川普當選 現在因為川普贏面比較大 那美國媒體也講 大概 川普當選的機率是84% 好假設川普當選的 他對台積電科增關稅 我請問大家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嗎 為什麼沒有意義 因為 你從台積電科增關稅 那現階段來講 有沒有其他的 這個台積電可以做個替代 沒有嗎 英特爾可以嗎 英特爾 有這個技術 良率不高 所以他差台積電還差了一大截 對不對 18A的一個技術 據說有拿到一些訂單 但是呢 這個對台積電來講 不構成太大的一個威脅 因為差距上來講 還是很大 對不對 現在很多晶片 是用3奈米 5奈米去做嘛 對不對 你18A 這更先進的 目前需求上市場沒有那麼大 所以你3奈米5奈米 你現在根本就贏不過台積電 台積電 18A以下 他2奈米 這個技術 甚至以下的技術 對不對 這個都領先英特爾嘛 所以你科增台積電關稅 去打壓台積電 讓英特爾起來 這條路 我跟各位講 到最後是行不通的 因為台積電現在 整體的技術領先英特爾 至少超過5年以上 你川普你幹完一任之後 這個英特爾都沒辦法超越 對不對 而且更何況這幾年裡面 台積電難道不會再進步嗎 是不是 所以他最後我跟你講 脫離不了台積電 你漲台積電的一個晶片價格 科增台積電的關稅 台積電反應給誰 他當然是往輝達去做反應嘛 輝達跟誰反應 輝達去跟亞馬遜做反應嘛 因為終端需求是這些 科技公司 四大雲端服務商嘛 所以你當川普意識到 你科台積電關稅 漲價是誰 受害是誰 是輝達AMD 亞馬遜Google 我請問各位 這是台灣廠商還是美國廠商 全部都是美國廠商 那他會不會漲價 就是回到我之前我所講的 乾脆算了 對不對 我從另外一個地方跟台灣要保護費 那個 那就是什麼 政府跟政府之間的事情 跟台積電來講 並沒有太大的一個 這個影響 對不對 我現在我台積電 我美國廠 欸 下個月我就要開幕了 我蓋好了 我準備量產了 所以他等於已經送給新總統一個大禮物了嘛 對不對 我提供你就業 我給你GDP貢獻 對吧 我現在台積電先進制成也搬過去了 是不是 好 你要我再蓋四場五場六場 那補助多一點 我想台積電也不是笨蛋嘛 你沒有補助我蓋我就賠錢了 對不對 那你科增台灣關稅把我趕去美國 那美國製造成本 比現在台灣還是多很多啊 所以美國造出來晶片一定比較貴 那你到最後 那邊生產先進的晶片越多 價格越貴的情況之下 你到最後反映到誰身上 還是這一些廠商身上嗎 台積電去美國設廠 我想全粹就是什麼地緣政治考量而已 就怕有一天中共 武力犯台 那這個全球的晶片不能鍛鍊嘛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美國也答應給補助嘛 你不給補助誰要去 是不是 所以最後你會發現台積電還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長線來講的話 我個人認為川普 意識到台積電重要性之後呢 對台積電來講影響並不大 所以我個人認為 只要在整個美國大選告一個段落 塵埃落定之後 市場的選股邏輯還是會回歸到基本面選股 而目前來講的話 AI它仍然是一個發展趨勢 為什麼 在企業段這個佈局階段 你看這個四個副爸爸 明年AI資本支出全部都是增加的 甚至亞馬遜你看一下 這個2024年的資本支出 527億美元 到了2026年 它要變成10 1000多 要增加一倍 1054的樣子 增加一倍 剛好一倍 對不對 所以AI支出繼續增加情況之下 相關的AI供應鏈當然有機會 所以你看昨天揮達股價 美國總統大選開始 但揮達股價漲了2.8% 市值超越了蘋果成為全球 市值王龍頭寶座 對不對 所以相關的供應鏈有沒有機會 當然有機會 所以今天台積電股價 你會發現到盤中一度又上來 但是後面票數又拉近 它稍微震盪一下 因為怕膠著 我們不怕結果怕膠著而已 是不是 但是我跟各位講 這個都是短暫干擾 以長線來講的話 台積電 後面的發展展望還是非常好 所以揮達股價 才有辦法繼續往上漲 那相關的供應鏈有沒有機會 你去看一下昨天有一家 美國科技公司 叫做什麼 叫做ALAB 我記得我之前我在這邊跟各位提醒過 我說這家公司的 一個股價接下來是有機會 創高的 沒想到昨天是 一口氣漲了37.7% 37.7% 一天而已 不是一個月 就一天漲了37.7% 台灣很多人還不知道要買什麼股票 ALAB到底是一家什麼樣的公司 我告訴各位 它其實跟揮達2019年收購的麥倫晶片 這家公司很像 重要產品 麥倫晶片 它是生產NVlink晶片 跟NVSwitch互聯技術相關的晶片 講白話一點 就是晶片跟晶片之間 GP 這個 GP200 GRACE晶片 加GPU GPU跟GPU之間的連結 GPU跟CPU之間的通訊連結 都要用到什麼 相關的晶片 然後呢 這個NVL72機櫃 它是一個機櫃一個機櫃的 那機櫃跟機櫃之間的連結 要不要相關的晶片 去提高它的一個傳輸速度 要 所以呢 麥倫晶片提供這兩個 這兩個關鍵的晶片 讓整個 AI伺服器之間 晶片跟晶片 機櫃跟機櫃之間 可以互相連結 還有一個叫Infinity Band的連結晶片 對不對 好 那ALAB呢 它是做什麼 其實就是名字不太一樣 但是呢 功能來講是差不了多少的 一個是Retimer晶片 Retimer晶片也是什麼 就是晶片跟晶片之間的傳輸連結 然後再來就是Taurus 這個Taurus的一個智能電腦模塊 這個又怎麼樣 這個就是希望機櫃跟機櫃之間的連結 然後是機櫃跟晶片跟機櫃之間的連結 可以提高它的傳輸速度 所以你只要要發展AI伺服器 你只要發展所謂的數據中心 這些晶片需求就一定會大增 那麥倫已經被輝達給收購了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看到它的股價表現 因為它現在就是併入到輝達裡面 對不對 那ALAB呢 它並沒有被併購嘛 所以你看它股價表現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昨天就是大漲特漲 為什麼它所公佈的財報數字 嚇死人 那台灣來講的話 相關收益廠商是誰 麥倫晶片 台灣的主要代理商有兩家 一個是茂倫 6227 一個是6189的封印 我想今年年初那一段行情 市場在追逐的時候 這股票都有漲過 那現階段GP200要開始出了 甚至明年Rubin晶片要開始出 甚至GP300要開始出的情況下 我只能跟你講 這個晶片需求只會越來越多 所以這兩家公司的獲利其實都不錯 本益比都很低 只是市場沒有注意到而已 然後你再看一下 ALAB來講的話 台灣的這整個代理商是誰 是茂倫跟易登 所以茂倫是橫跨麥倫晶片 跟ALAB晶片的一家廠商 那ALAB晶片的客戶是誰 就是AMD、英特爾這些非輝達的相關的AI伺服器廠商 甚至亞馬遜 META這一些 如果你的AI晶片需求有特殊的應用 特殊要設計的話 現在很多廠商就自己去設計這個AI晶片 沒有錯吧 蘋果也自己設計 對不對 亞馬遜也有自己設計 META也有自己設計 那這一些所設計出來的AI晶片 如果是用AI伺服器資料中心來做的話 對不對 他會用到什麼 一樣用到這一些晶片的需求 所以他的大客戶就是亞馬遜 AMD、英特爾 這一些非輝達的廠商 那你不要認為說 這個需求不忘 你從他財報來看的話 財報好得嚇死人 所以昨天股價一口氣漲了37% 有沒有 他就是有小輝達支撐 所以這個裡面的投資機會在哪裡 其實就是貿輪這家公司 對不對 你去他官網來看的話 他有代理什麼 有代理ALAB的產品 就是我剛剛講這些產品 揮達產品來講 貿輪晶片已經被併入了 再來他最近有一個新的題材 他跟這一家公司 ANSYS做合作 ANSYS來講的話 他是怎麼樣 他是做光子模擬的一個軟體 什麼叫光子模擬 就是細光子 細光子怎麼設計 要提高他的這個傳輸速度 都在這個開發的這個模擬軟體裡面 去做個研發 所以現在ANSYS呢 已經跟台積電做合作 他的目標很簡單 也有成果了 光子模擬的一個提速速度 在這樣子的一個合作情況之下 提高了10倍 那這個軟體 你說貿輪有沒有代理 有做代理 所以現階段來講的話 貿輪最近來講 他也變身為什麼 變身為新的CPU概念股 所以你看到大中控 最近跳出來了 對不對 因為他有跨入到400G 800G PCBA版的部分 所以他也變成什麼 新的CPU概念股 那你看一下 今天的這個大中控的股價 有沒有 是不是強攻掌停擺 對不對 好 那各位我跟你講一張股票 你還記得這張股票嗎 我這天跟你蓋牌的 我說這張股票 要趕幣的引進買 當時我跟你講的 這是當時我跟各位講的 我說谷底反攻 有沒有 我說要趕追 第二根的位置叫趕追 這什麼股票 我當時我跟你蓋的 就是3701的大中控 有沒有 我說要趕買 好 那今天大中控的股價 你再看一下 有沒有漲停板 今天是整理過後再度漲停 這個高點也過了 對不對 而且位階低不低 位階還很低 他是新的CPU有關係的股票 有沒有 所以我說現在資金 喜歡新的一些題材概念股 所以大中控 D檔又上來了 而且今天是整理過後的D跟漲停板 在最近的副頂 也告訴你 他有跨入到所謂的CPU 做CPU MOSFI的一個部分 因為CPU 他是還是跟這個PCB板有關係 共同封裝的情況之下 上面還是需要用到所謂的電源開關 所以MOSFI來講的話 市場就認為說他有機會 但是 我個人認為 這個 這個來講的話 是有 但是 有點 牽強 坦白講是這樣子 那 我沒有買他 我們買另外一家 這家公司就是我跟各位講的 有沒有 我跟你蓋牌的 我說急跌過後 我小心有急漲 拉回跟我來低接 當時我跟各位蓋的是什麼股票 有沒有 我已經跟你講 上禮拜五尾盤偷拉 冒輪 對不對 然後呢 禮拜一 大漲噴出 對不對 那今天的冒輪呢 來股價盤中 近期新高價79.1 那你看他位階 是不是剛剛開始拉起來 對不對 而且你看他本益比 現在還多少 才14.15倍 這個部分 是跟細光子 CPO有關係 因為呢 NSYS的 細光子 模擬軟體 這個題材 他們家代理的 他們家代理的 好 那如果說 你要去找 就是說 ALAB的 漲價概念股來講的話 因為這已經漲37%了嘛 代表他需求很旺嘛 對不對 那台灣來講的話 你看亞馬遜 亞馬遜要AI伺服器的話 還是要靠台灣廠商嘛 有沒有 然後 這個AMD 你說他有沒有可能去跟 輝達買這個 麥倫的晶片 不太可能啦 英特爾要發展AI伺服器 跟他買 不太可能 所以他們這些廠商 就去跑去跟誰買 他就跑去跟 ALAB買 懂我意思嗎 那代理商是誰 代理商就是茂倫啊 所以他提材很多 你會發現他提材很多 對不對 然後明年來講的話 他有數位軟生 數位軟生 我們有空再講 短期間內 我個人認為 就是什麼 就是漲所謂的這個 ALAB相關的題材 因為之前你看 上個禮拜五跟各位分析 我說你要注意 這股價呢 慢慢開始上來 已經漲了快一倍 所以我上禮拜跟各位說 你要專注 你要注意什麼 晶片與晶片的連結 機櫃與金櫃連結晶片嗎 那你再看到今天的股價 你看他這個ALAB的部分 有沒有 你回過來看看 他股價噴出去了 一天漲了三十幾% 台灣要反應到誰 我跟你講 現在知道的人還不多 我坦白跟你講 知道的人還不多 台灣代理的就兩家 一家是茂倫 一家是立登 就這樣子而已 知道的人還不多 但你等到大家都知道的時候 他會不會長 而且茂倫 我坦白跟各位講 他還有什麼題材 他還有 揮達的數位軟生 你知道嗎 在今年的自動化展裡面 他有展出一個機器設備 是大家忽略掉的 茂倫他用了NVIDIA 數位軟生技術 然後加這個機器手背 他做出了一個解決方案 這個解決方案是for什麼 for AOI測試的 傳統AOI 其實他的一個測試是蠻強的 準確率可以到95%左右 但是你要再往上 再往上到99 甚至100 這是很困難的 懂我意思嗎 非常困難 那怎麼做 可以讓這個準確率更加提高 你先在虛擬世界裡面 先做一些模擬 把一些變數在裡面 再先做一些運作 因為AOI 其實我之前很有經驗 我之前在PCB工廠打過工 那個AOI測試機台就是我負責的 我們那個板子上來有沒有 要測他有沒有短路 他一次來的時候 是一批一批來的 可能這一批50片 這一批200片 那每一片他每一次的10顆 可能藥水一些東西不太一樣 他會讓那個板面 會出現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我們在測的時候 會先測一片 然後當樣品 就是說這個地方 可能是藥水有髒污到 但是他不是瑕疵 因為他不影響電路 所以你要畫圖把它蓋起來 蓋起來之後 你下一次每一片 這個地方 如果說是因為這個瑕疵 所造成的這個螢幕上出來的缺陷 檢測那個點的話 他就自動蓋過去 他就直接跳過去 所以你在測的過程裡面 如果每一片都跟你講 這個地方有問題 這個地方有問題 但實際就沒有問題 所以你在測的過程裡面 你一直按跳過 一直按跳過 那就浪費時間了 所以他就怎麼樣 他就直接 先用第一片的一個方式 把這個地方 蓋起來 認為這個地方 不是所謂的這個瑕疵 那接下來你再測 第二片 第四片 第五十片 第100片的時候 這個點的缺失 他就跳過去了 你就不用一直按 一直按 所以在測的過程裡面 他可以節省很多的時間 那這個部分來講 怎麼做一個解決 就是在所謂的 虛擬孪生世界裡面 先做一些設定 所以到時候測的時候 他的一個效率 跟準確度 就會大幅度的提升 這個來講 未來應用會很廣 只是很多人現在 不知道他的用處而已 你等到真的 AI時代來臨的時候 這一種機器 這一種 現階段來講 很多這種AI設備廠商 股價都飆了亂七八糟 對不對 要再更加一步 提高他的一個 市場率來講的話 就絕對要提升他自己的良率 所以這一種東西 未來運用 我跟你講會越來越多 這是明年非常好的一個數位 軟生題材 所以這家公司 目前看起來股價 還在右下角 這個來講的話 後面會有機會 再來呢 一口大有緊 今天是第二天的拉回 那第二天拉回 我就覺得 可以慢慢做出手了 對不對 因為他相關的封裝設備 我跟你講 這個日月光明年還要砸大錢 他的大客戶就是細品 但現在細品跟日月光 已經怎麼樣 已經合在一起了 是不是 所以 接下來來講的話 他會去反映日月光 大採購這個題材 那股價 我個人認為 短線拉回過程裡面 就是找機會 找機會做上車 這張股票 是目前來講 今年最沒有漲到的 封裝設備概念股 你看看今天2449晶圓店的股價 已經創了掛牌新高 所以封測絕對有商機 好不好 所以這個行情 我個人認為接下來 還是會非常看得很好 那你要好好把握住 你昨天錯過我的這個專案 昨天請大家來猜 到底是川普還是賀錦麗會當選 那目前看起來 川普當選機率比較高 等結果正式出來 昨天有留言的 你要三個月的 我全部都給大家 那你錯過的觀眾朋友 沒有關係 今天呢 我幫你出一半 好不好 我幫你出一半 直接來就對了 打加一加電話 一切安心交給我 我們休息一下 帶回來 歡迎帶回來節目現場 各位 美國總統大選 告一個段落 接下來就回歸基本面 台積電沒在怕 所以你也不要怕 好不好 大眾控創近期新高架 茂倫創近期新高架 雙紅 你看今天就去漲 3324的雙紅 有沒有 所以美超圍在怎麼樣 攪不出財報 我跟你講就是利空出境的 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可以出給其他的 廣達 偉創 音樂達都他客戶 他怕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邊超跌 所以各位 這個行情不要怕 個股部分交給我 昨天你錯過了 免費三個月的會期 沒關係 今天 你按加一的 你就有 享有 我幫你出一半的資格 就那麼簡單 祝大家操作順利 賺大錢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 再見 本公司與所推介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補付當值財務利益關係 等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鼓勵判斷 先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